中半島Smartell縣自今年6月中開始 允許游泳池在遵守縣府衛生防疫規定下 可以有限度重新開放 位於南舊金山的英國游泳學校 British Swimming School 至今也有一半學生重回游泳課 也有一些是新加入的學生 紅十字會的調查顯示 美國有超過五成四的成年人不會游泳 即使八成人說會游泳 但是當中也有超過一半的人說 自己並沒有學會五個最基本的 在水中的自救技能 在這裡學游泳已經三個月的Wendy表示 她很怕水 一直不敢游泳 但是疫情卻促使她要學會游泳技能 上了兩個月游泳課的Sandeep則說 疫情期間有很多閒暇時間 因此她覺得是個好機會學游泳 如果你真的有很多時間在手上 就學到新的東西 我一直都害怕水 而且我從來沒有學習游泳 所以我現在就去游泳 我認為它非常靈性 而且是我的時間最好的用途 游泳學校負責人表示 學游泳有很多好處 包括精神健康 提升免疫能力 增加肺活量和心血管耐力 而且泳池傳染病毒的機率相對較低 他還說泳池內最多只有八名學員 兩個教練 每個教練同一時間最多交四名學生 而進入游泳場地的人也必須戴口罩 通過體溫檢測 教練和學員只有在游泳期間 才能摘下口罩 26台記者梁秋玉在南舊金山的採訪報導 不問退化 ่án 到 到 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